就是我在17歲我父親過世那一年 我也因為是鬥歐 我非常嚴重我是上少年法庭 我們有動手我是第一個開砲的 就開打就是我第一個出拳的 我們五個靠著這個手銬上少年法庭 艱苦人在我們還沒滿18歲 我背後大家都是爸爸 我背後站著我爺爺 我爺爺在法庭上說養子不叫不知過 他父親不在就是我的過錯 我爺爺開始哭 他說我跟你下跪 你可不可以判我這孫子輕一點 他是好孩子他很喜歡運動 我在前面我也是一直掉眼淚 我覺得我爺爺已經 老人家已經卑微到要跟法官下跪 幫我求情 那一年我就轉類點最大就是 我兩個朋友進少年監獄 我是開砲的 李當我也要進去 我被判保護管署 也因為那一年我自己知道 我會的只有籃球這件事情 那謝謝法官給我機會 謝謝我爺爺那個眼淚 然後我也在那一年我選上 塔青總化隊的選手 在這邊基本上這次攻擊可能也不會攻了 因為這已經確定是在第六戰 台北富邦友是將要拿下 他們在第六戰的比賽把這個進攻狀況調整到最好 攻下了這整個系列戰最高的118分 特別是在外圍的把握性 今天富邦友是算是全員出動 投進了16顆的三分球 總共有這個八名球員 而且還有四個人在投進三顆以上 包括林志傑、強森、張宗憲、洪凱琪 那林志傑另外還抓了五個籃板六次助攻 好現在 要把林志傑給換下來 跟許慶哲教練 擁抱的志傑已經是淚流滿面的 你看志傑前兩次的冠軍他好像沒有這樣 這個冠軍真的是得來不易 特別激動 所以你必須要肯定 新北國王在這個總冠軍系列戰 給勇士的挑戰 這絕對是在PLUS LEAGUE這三連霸 富邦友是三連霸成立以來 這個是最困難的一次冠軍獎 是 林志傑持續的單打持續的拿分 好 接下來就是彩帶拋下的這一刻了 就是彩帶拋下的一刻了 是 我們可以 比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